第567集 屋子里开始陷入沉寂 死一般的沉寂 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白珍珍和君长宁二人 都在等着毒症发作 同时也在等着康贫最终的决定 其实这屋子里除了白星炎之外 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确信了那毒是白明诸夏的 包括君长宁 因为他从自己的母妃眼里看到了一丝挣扎 还有一丝恐慌 这种恐慌绝不是因为他中毒而恐慌 而是两难之际无从选择给他带来的恐惧和慌乱 他太了解自己的母亲了 所以他开始绝望 开始憎恨 也开始替自己被爱 原本就有了让他做准备嫁往横杆一事 如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这个节骨眼上惹恼了白赫然 恐怕人家不止不会为他说话 还会落井下石吧 他还是怨恨康贫招惹白赫然 却忘了原本就是他自己最先辱骂人家王母 他跟他的母亲半斤对八两 谁也没比谁好到哪去 但是君长宁不敢把心里怨恨表露出来 因为他害怕康贫会彻底抛弃他 他还不想死 哪怕是嫁去寒干 好歹还有活命的机会 也比就这么死了强啊 终于 毒性开始发作了 先是君长宁猛地吐出一口黑血来 然后鼻子耳朵也开始流黑血 渐渐地 肚子也开始剧痛 五脏六腑都搅了起来 疼得他直不起腰 白珍珍那头也有了反应 状态与君长宁一般无二 白赫然立即冲上前将白珍珍扶住 同时开口对白明珠说 毒性开始发作了 我没你那么狠的心肠 我的亲妹妹我必须救 你们都看好了 我就用金针解毒 众目睽睽之下 白赫然也十四枚金针刺穴 大约一注香的功夫 白珍珍口鼻的血就止住了 脸色也渐渐缓和过来 但反观君长宁就没那么好命了 毒发作得愈发凶猛 以至于他整个人都已经倒在地上 身体蜷缩着不停地打着哆嗦 黑血流了一地 渐渐地脸色苍白 人一下子失了一半生计 若曦盯着白明珠大声道 康婷娘娘 您真的想害死六公主吗 真的不打算把解药拿出来吗 别怪奴婢没提醒您 让公主少遭些罪 今后她还能记得你这个亲娘 否则最后你就算救活了她 她也不会再对你这个亲娘 最有一丝一毫的感情 当然 您也别想着 既然女儿跟您不亲了 干脆就不要了地打算 因为一旦您那样做 您也活不成 于本在边上黑黑一笑 如果康婷娘娘 自己不想活了 那这点事 还真就难不倒你 白明珠心下更乱了 她不想活吗 不 她想活 她还想着有朝一日 借着哥哥的光飞黄腾达 还想着有朝一日 哥哥当上国杖 自己也能混个一等太妃 或者干脆成为下一任太后 她还有大豪的人生没有走完 怎么可以就这样死了 她的常宁是她的心头肉 她害了谁也不能害了自己的女儿 正想着这些 君常宁也刚好翻滚到她脚边 一把将她的脚抱住 呜呜地哭 白明珠终于败了 突然大叫一声 快去取解药 就在本宫枕头下面的暗阁里 快去 于本一听这话 立即扬声吩咐跟随而来的两个小太监 还愣着干什么 快回宫去去啊 君灵溪不放心 我跟你们一起去 万一行员工不让进呢 我跟着一起去更保险一些 一行人匆匆走了 小半个时辰后 又匆匆赶了回来 其中一个小太监手里拿着一只瓷瓶子递到于本面前 请示于本是不是给六公主喂下去 于本也没主意 于是看向白赫然 见白赫然点了头 这才又将药丸给了若曦 让若曦亲手给君常宁喂了下去 然后静静地等着起作用 解药入口 小半炷香的时辰 终于起了效果 君常宁的蹊跷流血止住了 五脏六腹也不再拧劲地疼了 身子也不再哆嗦了 只是整个人依然没什么精神 这场毒耗损了他大半元气 即便毒已经解了 人还是无力地趴在地上 白珍珍就比他强多了 甚至跟君常宁比起来 他根本就不像中毒的样子 这会儿正坐在边上喝茶水吃葡萄 谭氏还在同他说 这葡萄是你二舅舅前些日子派人送过来的 孝敬老太太的 我挺着个肚子跟着沾了光 没少吃 但因为送得多 所以吃不完 就放在冰窖里存着 正好你来了 多吃点 你刚解了毒身子还弱着呢 该吃点好的 白明珠咬牙 白赫然 你明明能解这毒 却为何还要让你的祖母拖上这么久 直到现在还没有醒来 你这也叫孝道 你这也配在本宫面前称孝道 白赫然摇摇头 我当然比你孝顺 因为我是在知道祖母中毒之后 立刻就赶过来施救了 可惜当时我在国公府里 来回这么一折腾 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解毒时机 不像刚才为珍珍解毒 他就在我面前 我可以第一时间试证 所以 康平娘娘 要怪就怪你下的毒太阴损 如果立即就能显出毒症 老夫人也不会脱成这般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也容不得康平再抵赖 他也赖不掉什么了 于本和若曦走上前 对康平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后面还有一众小太监也围了上来 分明是将康平包围的架势 白赫然告诉墨宇 你跟着往宫里送一趟 也省得路上出了岔子 你是怕本宫跑了 无谓诅咒 但是当着他的面骂淳于懒 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他对于本和若曦说 麻烦二位 在康平娘娘打入冷宫之后 一定帮我好好照看着 于本和若曦对视一眼 都明白了白赫然这所谓的 好好照看是个什么意思 于是笑着点头 王妃放心 奴才一定会把人给照顾好了 白赫然点头 目光移向君昌宁 还有 君昌宁眼瞅着白赫然 目光不善地向他看过来 心下就是一哆嗦 暗道不好 果然 就听白赫然道 既然康平娘娘 临到最后还要成口舌之快 如我王母 那就也怪不得我了 我一定会记得 跟父皇母后说说 不管二公主是否还活着 再送一位公主去寒甘 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如今吴外海肆虐 东秦够不上再跟北部开战 只能委屈咱们六公主 去走和亲这条路了 康平娘娘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让六公主 踏上去往寒甘的旅程 康平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 也不等说话 就听君长宁凹的一声叫了起来 却不是对白赫然叫的 而是冲着他的亲娘 那个毒妇 白明珠 你这个毒妇 你怎么这么恶毒啊 居然眼睁睁看着 自己的女儿被喂了毒药 你还要犹豫那么久 才将解药拿出来 人家白赫然一见白 真真毒发立即就失救 你呢 你居然忍心 让我受了这么久的折磨 居然能眼看着我 差点被活活疼死 你到底是不是我的亲娘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君长宁对白明珠的恨 已经到了顶点 这种恨也不是刚刚才开始的 而是在他中毒的过程中 就已经一点点地开始蔓延了 因为他看到了白明珠 眼中的犹豫 也看到了白赫然 旧白真真的痛快 两相对比 他怎么想怎么觉得 自己不是白明珠亲生的 否则哪有亲娘对女儿这样的 不过再想想 也是 你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舍得下手 亲生女儿又算得了什么呢 白明珠 我毒发时恨不得杀死你 可是我不能 我还得匍匐在你的脚下求你 求你救救我 可是你呢 你犹豫了那么久 明知道回宫去啊 还得当个时辰 这一来一回我受了多大的罪 你根本就是想都不想 白明珠 有你这样当娘的吗 有你这样当女儿的吗 君长宁生生控诉 也罢 这些我都不怪你 我都可以原谅你 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到了这种地步 还要痛快自己那张嘴 还要去骂人家的娘 你都是要被打入冷宫的了 你还有什么 这摆明了就是往我身上推货 你是自己得不着好 也不想看着我好 非得自己死了 还要拉上我去陪葬吗 现在好了 这一趟寒干之行 我是无论如何都退不掉了 你满意了 君长宁疯了一样的大喊大叫 拒拒戳白明珠的心窝子 可是他能如何反驳 他反驳不了 因为君长宁说的都是对的 他之前确实是在犹豫 确实是看着女儿痛苦万分的模样 还在想着自己到底该不该拿出解药来 只是他万没想到 一时嘴快去骂淳于兰 白赫然居然要把这笔账 算到君长宁头上 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而君长宁的反应 更是他始料未及的 白明珠都听傻了 君长宁却还在那里不停地说着 他说 我怎么可以相信你这种人 我怎么可以相信 一个连自己亲娘都要毒死的毒妇 人人都受我君长宁跋扈 可是我再跋扈 我再怨恨 我再陷入绝境 我也绝对不会对自己的亲生母亲下手 那是我从来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或是你却给我做出了一个好样子 原来这世上所有的亲情 都是可以为利益让步的 哪怕我是你的女儿 哪怕她是你的母亲 他伸手指向老太太 突然发现老太太居然坐了起来 正叮叮地看着他们这一边 看着那个已经被工人围住的康平 君长宁愣了 在鬼门关爬了一圈 又回来了 只不过 我是被阿然给拉回来的 那颗解药 临到最后 我的女儿都没有给我 老夫人绝望地看向白明珠 眼里的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日思夜想的女儿啊 我抱在怀里呵护到大的女儿啊 你刚生下来时 就像只小猫似的 也不哭 喘气都费劲 接生婆说你气脉弱 得精心养着 一个不小心就容易给养没了 我抱着你啊 一个都不肯撒手 生怕一撒手你就没了气 恨不能一夜一夜不睡 就那么抱着你 后来你大了些 气血终于着不回来 我就没那么累了 可还是什么事都紧着你 每日晨起 最嫌想到的 就是你睡得好不好 夜里有没有做噩梦 每天都要变着法地 想你爱吃什么早膳 然后叫厨子变着花样给你做 直到现在我的院子里 还留着会做肉饼的厨子 就是因为那肉饼 是你最爱吃的 我只要一吃到肉饼 就感觉像是你还在府里那会儿 咱们坐在一处用早膳 我将饼里的肉馅都夹给你 你将不爱吃的面饼都扔给我 老夫人一边说一遍抹眼泪 你出嫁那天 我笑着把你送出府 人人都说我女儿有出息 一进宫就是品位 直接就成了主子娘娘 可是没有人知道 就为了这个事 我的眼睛都差点哭瞎了 我没那么大的野心 不想我的女儿嫁进皇宫里 因为那样 我就不能常常见到你 我会想你 后来皇上开恩 准许我每月进宫探望 我开心的一到快可以去见你时 连着几夜都睡不着觉 怕你在宫里吃不惯 头天晚上 我都会叫人连夜捞肉饼 第二天送进宫去 给你留着慢慢吃 可是明珠 微娘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很快就不爱吃府里的肉饼了 不但不爱吃肉饼 你甚至 甚至连我这个娘也快要不忍了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主播小靠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九皇子君暮处 宝贝 听神异毒飞了吗 什么 没有 哼 你不该反抗我的命令的 来呀 押进阎王殿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